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除了你工作 读书之外 其他时间都花在家里 在家里吃饭 在家里睡觉 周末放假也是跟家人在一起 所以家庭关系如果美好 你好像活在天堂的感觉 因为你很快乐 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很愉快的 但是很可惜 不是每一个家庭都是愉快的 自从最进入世界了之后 很多家庭不快乐 有时候你开车经过一些漂亮的大房子 也许你很羡慕 有一天如果我们住在里面多好 住在里面的家庭应该非常地幸福 但是往往很多家庭非常地富有 非常地尊贵 但是家里却是很多的悲剧 就是你不知道而已 圣经也有记载家庭的悲剧 有一个家庭悲剧最严重的一个人 确实我们很少想到的 这个人叫做大卫 他拥有比一切人还多 他家庭非常地富有 他有很多的孩子 很多的妻子 可以说是个大家庭 但是他的家庭却大有问题 最近我们在读经的进度 读到沙摩尔记下 看到他家里 真的是发生一些悲剧 我们要看看到底发生悲剧的原因在哪里 至少我们今天可以禁忌的本分 预防我们家里不要也发生这样的悲剧 因为有一些时候我们还有机会 好 到底大卫的家庭发生什么悲剧 我们有读经的人知道大卫的其中一个儿子叫亚沙龙 他给他带来非常大的烦恼 他是他家里悲剧的一个源头 他给他爸爸带来非常大的烦恼 他是他家里悲剧的一个源头 大家讲亚沙龙 通常只是直接想到 他长得很帅 头发很漂亮 但是同时我们也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心地非常坏的一个人 怎么会外表那么漂亮 里面那么丑恶 所以我们要看看这个家庭悲剧的原因在哪里 其实我们不能只怪亚沙龙 其实他整个家庭都有问题 我们先来看亚沙龙的背景 我们看扫摩尔记下三章的二节 扫摩尔记下三章的第二节 第一节 大卫有好长的二节 凯导记下三章的四节 했습니다 三章的三章 曹尔记下三章的二章 曹尔记上三章的三章 父语 第四章的三章 看扇摩尔经 这里记载大卫有好多个儿子 大卫在西伯伦的时候生了几个孩子 大卫在西伯伦的时候 作王的时候大概30岁 30岁 他在西伯伦做王的七年 在西伯伦里面就生了大概有六个儿子 其中我们来看第三节 第三个儿子亚撒龙呢 他是基书王迪迈的女儿马家所生的 所以亚撒龙是在家里的男生来说排老三 如果是六个 在西伯伦有六个儿子 他是老中 中间那一个 那他的背景很特别 因为他妈妈不是犹太人 不是以色列人 他妈妈是基书王达迈的女儿 马家 所以我们要抓住两个重点 第一亚撒龙在家里是排中间 第二他妈妈是外邦人 而他妈妈是个公主 这两个条件 对他以后个性命运都有很大的影响 那为什么大卫特人间会娶一个基书人的公主 把他娶回来当老婆 我们不知道详细的原因 我们不知道详细的原因 但是在《撒末尔记》上二十七章第八节 这里记载啊 大卫跟随道的人 曾经去侵夺基书人 他躲在菲利斯的时候 他有去攻打基书 躲在菲利斯的时候 会不会在那个时候攻打基书了 我顺便把人家的公主抢回来 我们不知道 它可能是在这个战争 他在这个战争 硬来的 硬抢的 或者是他跟基书王很好 后来不晓得怎么很好 人家就把这个女儿嫁给他 当一种政治的婚姻 反正他就把人家的公主就娶过来了 公主就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这是叫亚撒龙 我们看下一个图 这个基书在哪里呢 这是在箭头 还有那个红线那边画的 这是在今天的 所谓的叙利亚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以前称着亚兰 但是也是等于今天的叙利亚 这等于今天的戈兰高地 戈兰的高地这个地方的附近 就是以色列人跟那个邻国叙利亚 这个边境的争端的一个地方 戈兰高地 好 那我们现在讲了这些背景 你就知道了 那后来 家庭就出大卫的家庭就出了问题 就是从亚撒龙开始 神是透过亚撒龙 来给大卫带来问题 但是其中问题 并不是亚撒龙本身而已 大卫的家庭为什么有悲剧 这个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为什么大卫犯罪得罪神 我们看扫墨基下的十二章 please turn to 2 Samuel chapter 12 第九节 verse 9 撒墨基下十二章的第九节 2 Samuel chapter 12 verse 9 第十节 今为神的人 神应该保守他的家庭 那为什么大卫的家庭 要后来有那么大的悲剧 因为大卫得罪神 犯了奸淫 杀了乌利亚 破坏了变成的家庭 他利用敌人的刀剑 让乌利亚死掉了 所以神说 虽然我可以赦免你 但是你犯罪的后果不能避免 刀剑永远不离开你的家 这个是我们知道我们思考 你犯罪求神原谅 神是可以原谅你 但是神会保留 你犯罪带来的后果 你需要为你的罪受苦 像大卫 他犯罪了 他的家庭永无临日 刀剑永不离开他的家 还连累了他的下一代 有时候你自己受苦很难过 但是看到儿女受苦更难过 为什么你儿女受苦呢 因为你犯罪啊 你连累他们 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要自己要很小心 我们这一代人做的事情 有时候会影响下一代 如果大卫知道他犯罪的后果有那么严重 他一定不想不敢 不会去犯罪 但是神现在要透过他的家庭来报应他 那大卫自己有很大的难辞其咎 刚刚我们讲过的亚撒龙的妈妈是谁 这个外邦人的公主 我们以为讲到 娶外邦人的公主就是所罗门最有名了 其实所罗门是学他爸爸 大卫而已 他已经那么多个老婆了 在这个之前已经有两个老婆了 他不满足 神安排了一夫一妻 一个老婆已经可以满足你一切的需要 有时候一个老婆也是让你够累的 不容易养一个家庭 它会不满足 再一个 两个还不够 还要再娶一个外邦的公主回来 这希伯仑七年 六个太太生了六个孩子 六个孩子都不同妈妈生的 他想说 哇 这个多妻啊 多好啊 每天不同人服侍我 我多风流啊 但是这个不是神的计划 神早就警告以色列的王 以后谁当王都不可以这样子 我们看圣命纪十七章 圣命纪十七章 圣经告诉我们 神说 谁当王以后不可以多立非兵 你心里会偏邪啊 你欲望会不满足啊 更何况是 你这个是外邦人 这个公主啊 她有她自己本来的信仰 她不是信耶和华 她不是信摩西律法 她一定不会从小教导 她说 压杀龙神的话语 她大卫自己本身也没有空 顾着国家打仗或者是政治 顾着自己的享受 哪有时间 这六个 还有不止六个 那么多的儿女 哪有时间跟他们讲话 哪有时间跟他们培养感情 所以大卫其实 他年轻的时候所做的事情 就种下他中老年时候 还有家庭悲剧的种子 只是后来慢慢才成为 一个很清楚的情况 那大卫也没有好好教导 儿女神的话语 你看他几个孩子 老大安嫩 他是一个不敬畏神的人 虽然他妈妈是犹太人 是神的选民 但是安嫩不敬畏神呢 他喜欢他同父异母的妹妹 就去强暴他 这样子的事情怎么会做得出来 有人性的人 有基本良知的人都不会做出来 但是大卫的儿女 下一页了已经 他的神的 大卫的儿女心中没有神的话 亚撒龙就更不用讲了 他根本不敬畏神 没有任何信仰 没有任何良心 所以这个就是因为孩子的心中没有信仰 没有敬畏神的心 当然了大卫是个大盲人 孩子有那么多哪有空管 事业要那么忙碌 管教儿女神的话 发时间在他们身上 绝对不是一个有那么多妻子 有那么忙的军事家 国王的心目中的重要的东西 好 你可以忽略 教理孩子小的时候 你可以忽略宗教教育 你可以不教导他们 但是到老的时候 你会为这个事情付出沉重的代价 所以我们来看真言二十二章 真言二十二章第六节 真言二十二章第六节 真正的宗教教育从哪里开始 真正的宗教教育是在家里开始 谁可以教你儿女敬畏神 不是教会的老师而已 是父母 所以宗教教育一定要从家庭开始 所以为什么那么强调 从小你要带孩子一起来晚间聚会 安安喜日好好做这会堂聚会 还有呢 在家里陪他们读经 陪他们祷告 陪他们祷告 还有陪他们讲话 讲神的话 这个都是为了你自己以后啊 少很多烦恼啊 如果你孩子不敬畏神 你以后会很烦恼 尤其是 越聪明的孩子 可能带给你的烦恼越大 尤其是 越聪明的孩子 可能带给你的烦恼越大 他笨笨的 没有什么想法 很普通 没有什么想头 没有什么特别烦恼 聪明的 你看亚撒龙聪不聪明 你看他的动作 你看他的心机重不重 他绝对是个聪明 绝对是个聪明的孩子 但是没有被纠正 没有被引导在正确的道路上面 身边就有一些坏朋友 给他出一些主意 或者是他做错事的时候 没有人去刑罚他 没有人去纠正他 你看亚撒龙做的事情 就是我要的东西 我一定要得到 他不管用什么手段 他这时候得到他的目的 挡住我的人 我就把他杀掉 你不按照我做的事 我可以把你家里烧了 我们不要以为 他变成成年人的时候 才有这种疯狂的行径 不会的 他不是中年之后 才变这样的 他从小都是这样 他是公主的儿子 又是三王子 要什么 绝对会得到 最关键是 没有人去阻挡他 没有人去打他 或者是管教他 你看大卫对他的爱 对他的恋爱 有多严重 他做什么错事 他都可以原谅他 连这个儿子 亚撒龙要追杀爸爸的 大卫还叫他 陈朴说 哎呀你抓到他的 他儿子亚撒龙的时候 要对他好一点 不要伤害他的意识 这种叫做逆爱 逆爱就是 害死亚撒龙一辈子的一个原因 所以家庭的宗教教育 不单只是带来教会而已 家庭的宗教教育 还包括适当的时候 管教儿女 有时在他小的时候 讲不听 就是要用棍子 这个就是亚撒龙从小需要的 但是他小时候没有被这样的教导 他就偏离了 长大谁也管不了他 所以我们要记住 儿女们心中如果没有神的话 长大会带来 给父母带来非常多的烦恼 今天很多父母只看中孩子读书 才艺各样的东西 但是忽略了他们的信仰 这个是很可惜 这些父母以后一定后悔了 家庭的宗教教育不只有讲圣经 或者是只是拿杖来刑法这样而已 什么叫宗教教育 真正的宗教 这是信神 神 圣经说神是什么 圣经说神就是爱 所以宗教教育就是爱的教育 孩子要在家里看到爱 他才会学习敬畏到神 他要感觉到父母很爱他 不单只是父亲或是母亲其中一个 他要同时感觉到父母两个人都爱他 小时候孩子没有看到神 也不认识神 但是小孩子对神的这种观感 是从父亲发展出来 如果这个父亲很好 很爱儿女 那你要叫他长大相信神 这个问题不大 因为爸爸都那么好了 神是天父 应该也是那么好 但是如果小时候被父亲忽略 父亲不是很理他 或者被父亲暴力的对待 他都会很扭曲 他的个性会扭曲 好像不扭掉 不正 当他个性扭曲之后 他就会发生一些扭曲的行为 我们看大卫那几个孩子 其实还蛮扭曲的 他的老大叫做安润 安润其实也很扭曲 他喜欢自己同夫姨母的妹妹 其实不应该这样 因为他们是近亲 不应该发生感情 安润还是很喜欢的 但是不好好 真正事事的来 真的是跟爸爸讲这件事情 他说他要去强暴他 引诱他来 然后强暴他 这个就是扭曲 对爱情的扭曲 对欲望的扭曲 那压撒龙也很扭曲 很扭曲 他要报仇 为妹妹报仇 等了几年 找到机会 要把他哥哥杀掉 其实这个都是 从小时候扭曲的个性 家里什么都有 住王宫 吃美食 身份地位 穿的地位 是最好的衣服 但是心中是扭曲的 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他们那么扭曲 但是基本上来说 如果一个孩子 在成长过程当中 没有体会到父母的爱 被忽略 或者是被虐待 或者是看到父母之间没有爱 无论是整天吵架 或者是冷战 那这些孩子呢 一定是扭曲的 那会影响他的人生 说实在大卫有那么多老婆 会对哪一个特别爱 应该也不会 对他们来说 就是好像他的其中一件衣服而已 天天换一件 没有 随时可以加一件 有没有真正的爱情 大卫对自己那么多的儿女 有没有真正的关心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看到了就是 有很多这些孩子 成长过程都扭曲了 所以影响他们日后 行事为人的 这些作风跟标准 后来亚三龙杀了安倫 为了妹妹报仇 但还不止这样子 后来大卫竟然没有 刑罚亚撒龙 我们看撒姆尔记下的 十三章二十一节 十三章二十一节 撒姆尔记下 十三章二十一节 第二次记载 安倫 他强暴了妹妹 但是大卫有没有做什么 他也听这件事件很生气 但是他没有处理 他没有刑罚暗论 没有至少把他抓起来 没有把他王子的身份拿走 没有把他刑罚 没有彰显公义 这个也为以后为什么 亚三龙那么恨 也是有关系 大卫如果有处理 正确地处理这件事情 可能也不会引起 以后的这些问题 后来亚三龙杀了恩 亚三龙逃走了 跑回去他妈妈老家那一边 寄书那一边 就过了三年 大卫就想这个儿子了 那后来就把亚三龙请回来了 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也没有刑罚他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家庭 那位当然为什么没处理 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犯奸淫的人 他自己也一个杀人家老公的人 所以上娘不正下郎歪 他孩子只是在做 爸爸以前做过的事而已 所以这个爸爸有什么立场 所以大卫是一个失败的爸爸 也是一个失败的丈夫 家庭的悲剧 有时候爸爸 你不能推迟自己的责任 男人有很大的责任 但是悲剧已经形成了 就是因为大卫的溺爱 重拥 没有处理 还有自己的行为 本身就不好 好了 那再讲回来亚三龙这个人 亚三龙这个人 长得据说非常的英俊 我们看撒末尔记下 14章25节 撒末尔记斯亚14章25节 2 Samuel 14章25 亚三龙是出了名的美男子 不晓得有多帅 但是你可以想象你心中最帅的明星可能还比不上亚三龙 不同文化对英俊可能有不同的定义 亚三龙这种美可能有点像花美男那种韩国的那一种 讲得像个哇整天皮肤啊要很白啊 但是韩国那些可能都是假的 但是亚三龙是真的 他的拳头到脚没有瑕疵啊 他不是整形出来的 他天生就那么帅的 弟兄姐妹长得帅好不好 你喜不喜欢长得帅 姐妹想不想长得漂亮 如果你长得漂亮 要很小心 为什么 长得漂亮的人 常常被人家称赞 常常被人家称赞 你里面有没有东西另外一回事 但是长得漂亮 别人从小就会说 哎呀好可爱哦 好漂亮哦 很帅哦 很漂亮 站得多了 里面就膨胀 这里说啊 他从小都被称赞 得到众人的称赞 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身份地位的人 要长得帅 什么都有 这种人更需要从小被父母压下去 被他管教 被他规范 但是没有啊 以为自己长得帅 这就是王子 就是怎么样 做什么都可以 这个也是一个危险 所以如果你长得没有帅 跟我一样 要感谢主 感谢主 从我出生到现在 没有人说我帅 除了我太太 有时候人家说你那么吵 感谢主 吵得比较容易进天国 平平凡凡 谦卑一点 感谢主 但是亚瑟龙是很漂亮 但是他也很扭曲 外表那么漂亮 里面扭曲 不是有趣 扭曲很严重 里面怎么那么恶毒 那么残忍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过 家庭那十几二十年的一个影响 但是亚瑟龙长得像谁 这个孩子应该长得特别像爸爸 因为看撒摩尔记上的十六章里面 记载 大卫就是这样子 面色红光红 双目清秀 容貌俊美 但是亚瑟龙 向道爸爸的帅 没有善道爸爸的正直 善良 还有信心 所以我们今天看人 不要被外表所骗 漂亮的人 大家都都喜欢 神看内心 神不看外貌 我们也不要太看重外貌 我们也不要赞美别人的外貌 除非对方是你的配偶 不然的话你不要赞美人家的外貌 我们也不要希望别人赞美我们的外貌 我们希望别人为我的个性 为我的灵性 为我的努力而赞美 而不是我的外貌 但是我们来看看 亚瑟龙有外貌 但是他里面有很多的愤怒 有很多的热 我们看十四章 沙摩尔记下的十四章二十八节 时间不多了 我们都不读了 故事就是说 亚瑟龙派人去烧掉约亚那个田 他叫约亚来帮他办事情 传信息给王 因为亚瑟龙被带回耶路撒冷了 但是大卫不见他 那约亚叫约亚来过来 我要请你帮我去传信息 约亚也不理他 你看亚瑟龙这个人 你不理我 我派人去把你家里的田烧掉 因为亚瑟龙就很生气了 我帮了你讲话 你才可以回来 结果你派人把我的田给烧掉 你到底想怎样 他说我叫你你不来啊 所以我把你的田烧掉 有这种人 有 他心中有很多的愤恨 所以他做事情是不用想什么后果的 想要去就做 他的心中对爸爸一点爱都没有 他爸爸很爱他 大卫非常爱亚瑟龙这个孩子 爱到连这个孩子追杀他的 他都不会恨他 但是亚瑟龙有没有爱爸爸 他没有爱他爸爸 他反而恨他爸爸 他想要得到爸爸的江山 但是想要把爸爸除掉 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况 今天很多父母很爱儿女 什么都给儿女 不敢叫 不敢骂 更不敢打了 讲都不用讲了 保护得很好 别人骂你孩子 你还骂那个人 这个叫厉害 你厉害了孩子 你觉得以后的孩子会爱你吗 不要那么无知 你厉害他 他以后长大不会爱你 他只会爱他自己 他不会爱你的 你不以为你什么时候就按着他的心情去做 他只会爱自己他不会爱你 小时候要规范他 要管教他 要把他围住 要让他看到家里的规矩 教会的规矩 神的话语的规矩 他就有安全感 好那以后他长大也是有安全感 当他成熟了 他就会爱你 你厉害他 他反而也要恨你 很准啊 你看圣经 讲得很准 有一些父母看这个时候 哎呀太晚了 我养出了自私的孩子 或者说我忽略了他 他扭曲了 那如果你还有机会 就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这最后压撒龙是怎么死的呢 当然神保守大卫 没有让压撒龙 亚撒龙成功追杀了爸爸 但是压撒龙是怎么死的 我们看十八章 第九节 十八章的第九节 这里告诉我们 亚撒龙追杀大卫的时候 他骑着驴子 但是经过大树 他引以为傲的最漂亮的头发 被树至缠住 这个驴子就往前跑了 他就被吊在树下面 动弹不得 后来大卫的将军 约压看到他了 立定主意 就是要把他杀掉了 亚撒龙怎么死的 他最引以为傲的头发 把自己害死 他的外貌 他的头发 把他害死了 当然也是神命定的时间到了 恶人要受到报应 但是大卫很开心吗 没有开心 他很痛苦 他那么爱了一个孩子 竟然也是这样子死掉了 所以你看一个家庭 悲剧 很伤心 但是如果时间可以重新开始 大卫一定有很多事情 会做起来 会不一样 所以我们看最后一章 我们要终结一下 家庭悲剧的原因有很多 首先是有人在这个家庭里面 得罪了神 这是大卫 造成日后的悲剧 这不是普通的小罪 是大罪 是杀人 犯奸淫 杀人跟犯奸淫是两个罪 是我们不要去犯的 第二就是有人给魔鬼留的第一步 大卫娶外邦 娶那么多老婆 多妻就是给魔鬼留第一步 所以太太奢奸淫 这个是小老公 其后 再来 重新领设 亚撒龙我们刚刚说到了,他是排第几啊 他是排中间的老三 老三啊,中间啊,老中啊,有时候不讲话不讲话 但是心里面有很多想法的 二哥里不引导他,他就扭曲了 所以你看亚撒龙是不是很有趣 青少年的时候,小的时候也没有受到关爱 或是没有被,过度的厉害也有可能,或是没有被管教 所以就是造成啊,大卫家庭的悲剧 那我们今天要怎么做 感谢主我们的家庭没有大卫那么复杂 所以要赶紧回到,回转神的道路上面 我们才可以预防未来的悲剧 唱诗四百四十一首 好, please sing hymn number 440 好, please sing hymn number 440